大家好,这里是大狗试点,iPhone15发布了,但是不支持卫星通话,本期主要分析比华为SoC难度更大的卫星通信是如何实现的。 华为卫星通话,捅破天技术 一些人认为中国掌握的技术都简单得很,其实非常困难,比如华为SoC,基带,这不就是买ARM IP改改,有什么难的? 看到三星SoC,Intel基带,苹果基带十几年都没有搞好,这才佩服华为的SoC基带技术,卫星通话技术也是一样。 iPhone15发布了,没有卫星通话功能,只有美国AAA拖车服务,AAA只能服务于美国人,美国范围和那些AAA签了协议的国家,比如加拿大,美国人去加拿大开车,AAA可以提供拖车服务,精神美国人肯定不行。 美国个人探险登山海洋船舶沙漠,徒步无人区等估计够呛,连泄号都没有。 紧急情况下有泄号的话,AAA应该可以传话给紧急911,但那是义务,要看接线员心情。 华为的卫星通话至少是覆盖亚太地区,由于是三颗同步轨道卫星,理论上覆盖全球的,估计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加拿大南美没有问题,南极州,北冰洋估计不行。 有关卫星网络,如SpaceX公司的星链网络,目前为止都还要有额外接收器才能使用。 马斯克的接收器重5公斤,半米宽,半米高,当然主要是传输数据,覆盖范围185平方米,10米乘20米。 你有网络手机号的话,可以用,不过不能边走边打,否则也会超出范围了,俄乌冲突。 乌克兰的星链设备基本是固定的,被无人机逮住,一颗炸弹10米的范围,很容易覆盖。 要是用了华为的手机通讯传递信息,呼叫炮火,边移动边指挥,基本是零损伤。 马斯克去年曾说,2023年,要开发一款手机,可以直接连接星链,但迄今未实现。 可见其开发难度不小。 而专用卫星电话非常昂贵,如图1000美元一个,厚度3公分,长长的天线,非常的丑,一个月服务费150美元左右。 iPhone即使有了芯片技术,但是卫星费用高很难解决,必须要和一星等现有卫星公司合作。 150美元一个月不是小数目。 而中国自2016年8月6日,发射天通一号01星,到2021年发射03星,完成构建了国内民用自主卫星移动通信服务,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 华为可以用相比一星等更低的价格来实现卫星服务。 华为在手机中直接内建接收器是智慧型手机的一大突破。 说遥遥领先并不为过,三年内不会有竞争对手。 要知道,卫星是在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马斯克连500公里高的星链都没有解决手机通话。 一星卫星距离地球781公里,是66颗卫星,已经实现了卫星通话。 能和36000公里通话,估计未来十几年内只有中国,除非西方偷窃中国技术,尽管我是通讯专业,但无法想象出这是如何实现的。 这是妥妥的外星黑科技,根据视频显示是没有用到地面站,暂时没看到有人去无人区实验。 面对硬件功率不足的问题,华为在Mate60系列中开发了高功率的PA、低损耗的射频链路,以及收发方向一致的天线设计,有效提升手机长距离的通信功率,减少手机与卫星之间通信的信号损耗。 在算法层面,华为设计了全新的编解码算法,引入高增益的Polar编码方案,从而降低卫星通信传输过程中的干扰和噪声,提升了信号解码率。 Mate60 Pro内置了两颗专用的卫星通信芯片。 一颗适用于卫星通讯的射频收发芯片,型号为RX6003EQK,另一颗型号为HTD1010,卫星移动通信基带芯片。 最新曝光的资料显示,RX6003是一款高集成射频芯片,只需要少量外围元器件配合,即可实现S频段卫星信号收发和北斗B1GPS-L1频段接收功能。 该芯片的发射通道采用直接变频架构,卫星接收通道和导航接收通道采用低中频架构,以上架构便于集成,同时具有良好的性能。 其射频前端包含两个高性能低噪声放大器LNA,分别对应卫星和北斗频段应用,具有出色的线性度。 通过外置滤波器可提高收发信道的杂散和带外噪声抑制能力,RX6003还支持常规以及应急救生模式。 HTD-1010属于华丽创通,获得2016年度移动智能终端莫提斯奖的芯片,华丽创通也是国内少数掌握天通卫星移动通信基带芯片核心算法的企业之一。 可见7年前中国就已经完成布局,而国外也是专门的卫星通话公司负责芯片设计,马斯克和iPhone不会涉足。 如果2022年决定开始研发的话,最快也要明年。 另有媒体报道显示,Mate60 Pro内置的卫星通讯芯片是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旗下的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的,解决了功率放大PA、处理器热量、天线性能和其他技术难题,为设备内稳定高效的卫星通信铺平了道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全球领先的雷达技术公司,iPhone和马斯克都不具备这类技术。 最快办法是和美国雷达巨头洛克希德合作弥补雷达技术不足。 自己招人的话估计会和iPhone基带一样,十几年没有结果。 华为手机是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大众智能手机,这黑科技三年内没有对手。 要不是西方限制华为销售,就这一个功能,在国外就能和iPhone引钢。 国外的手机信号非常的差,基本离开城市边缘20公里就没有信号了,就是繁华的高速公路。 大部分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只有开到城市附近,手机信号出现,GPS信号有时相间路都没有。 华为真要是国外允许开卖的话,就卫星通话这一功能,秒杀各种卫星通话服务,国外一般手机月费是50美元,这个钱交给中国移动,开通个卫星号码,可以实时用卫星通话。 尽管通话质量有延迟,总比美国加拿大出城,就没信号强,比本地电信要强。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留言讨论,多谢观看,下期视频再见。